眼前大片黑烟不停窜身 从数百公尺外就能看到浓烟密布 货车被大火吞噬 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熊熊烈焰 连旁边行道树都遭殃 消防人员拉水线灌旧 附近民众也吓坏了 呆站在一旁 21号下午三点多 在彰化和美眷的道州路上 一间刚结束营业的连锁大卖场 人行道旁的货车突然起火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火灾前拆除大卖场的工人 正在屋顶焊接 疑似是切割火花 引燃亮成意外 有在屋顶上做焊接的动作 经询问之后 因为现场人员 接位位于货车旁 所以不了解他的起火原因 同样发生火烧车的 还有这 国道上 传出阵阵黑烟 夹杂着大火 画面触目惊心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 顺利扑灭火势 这里是国道一号 北上225.7K 早上9点多 传出一辆连接车 车头不停冒出浓烟 其他驾驶看了 立刻爆警 现在要打开 看有没有 里面有没有烧 索性这起火烧车 没造成人员人亡 突如其来的大火 也让看到的人 全都捏了把冷汗 记者许玉文 王百英 章话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